春晓 在唐朝 长安城遍地全市早起足 凌晨四点钟 暴晓的鼓声就响彻场了 随着鼓声的蔓延 全城的百姓们便纷纷从梦中进行 在一片灰蒙蒙中 早餐店已经生活点灯 开始做生意了 农民也提起精神 扛着锄头出门了 甚至连官员都要快马嘉宾 赶在五点半之前抵达皇宫大门 大家都在为了生活而忙碌 然而也有人正在呼呼大帅 这位任性的贪睡鬼 正是梦昊然 看谁让人家早早就隐居山林 没有杂物缠身 当然可以高枕而卧了 本来春天就容易犯困 孟浩然又总是闲来无事 就更放纵的做一个起床困难户了 这天早晨 出生的太阳 向他挥手问好 孟浩然 潘声如雷 窗外的柳枝 跳舞向他致意 孟浩然接着 以后 还是鸟儿们有办法 来了一场高音唱歌比赛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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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ход 中 nord 把孟浩然给唱醒了 不过孟浩然脾气向来很好 刚把睡眼柔醒 就神清气爽的附了一首小诗 《春晓》 诗提名为《春晓》 《晓》在《晓》中写作这样 右边的《瑶》是一个人 头上顶着好几个豪气土坯的样子 表示很高的意思 左边是一个太阳 小的最初意思就是太阳升高 天完全亮了 所以诗提的意思也就是 春天早晨天亮了 《春眠》不觉晓 《眠》是睡觉的意思 果然是赖床高手 孟浩然在春天的早晨睡得很香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大亮了 眼睛还没有醒过来 耳朵却抢先一步 处处闻提鸟了 提是叫的意思 闻在小传中写作这样 门里有个耳朵 最初的意思就是在门里听门外的动静 孟浩然双耳竖起 在门里就听到了外面 到处都是鸟儿啼叫的声音 听着听着就回想起了夜来风雨声 如此贪睡的自己 其实昨天夜里睡得并不踏实 因为窗外隐隐约约 一直有风声雨声在打扰着他 糟了 现在花落枝多少了 那些娇嫩的花儿在风雨的洗礼下 不知道飘落了多少 孟浩然从床上灵机一跃 穿好衣服 飞奔出门去安慰那些可怜的落花 好的诗人通常都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而孟浩然却练就了一双善于观察的耳朵 不用亲身前往 他更喜欢用耳朵来领略风景 乘着耳朵的翅膀 他就能够到达竹林去聆听 竹路低清响 乘着耳朵的翅膀 他就能够到达河岸去聆听 风鸣两岸夜 这首春晓同样力求声音动听 孟浩然用他的会儿 在半梦半醒的晚上 捕捉到了夜来风雨声 一早赖在被窝里 还不忘捕捉处处闻体鸟 鸟鸣声 风声 雨声 共同合奏成了动人的音律 凭着这优美的旋律 春晓最终成为了人气最旺的永春师 孙年不觉醒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下回吧 父母 宝贝 周如你们这屈的 留 Pelosi 第二会员 婚ğı